第十六课,生命印记和精神途径 周期性是生命的第一属性 但凡有生命的物质,都有诞生、成长、发展和衰亡的周期 无论愿意与否,都要按照这个周期运行 只不过,有些周期长,有些周期短 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论成长 因为成长在生命周期之中至关重要 成长就意味着增强和提高 生命意味着成长,而成长就意味着改变 根据生命的阶段特性点,我们将七年定为一个循环 每一个七年对我们而言,都是意味着一个新的阶段 懵懂无知的幼年期,是人生的第一个七年 接着的第二个七年是儿童期 而同期意味着个体责任的开端 下一个七年是青春期 第四个七年之中,将达到生命的完全成熟 第五个七年就是建设期了 在这个阶段之中,人就开始获取财富,成就,住宅和家庭 从35岁到42岁这个七年之中,是反应和行动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一个重组,调整和恢复的阶段 然后从50岁起,就开始了人生下一个七七的循环了 这样的循环,成就了生命的周期 凡是属性这个循环的人,不会因为遇事不顺而沮丧 而是会学会应用课程之中蜆术的道理 充分认知在一切法质之上有一个最高的法质 并开通对于精神法质的理解和自觉的应用 将每一个表面上的困难转化为祝福 将不利变为有利,将劣势变为优势 对于财富,可以有很多种的解释 基本内容都是一致的 财富包括一切具有交换价值 对人有用,令人愉悦的东西 财富的支配属性,正在于它的交换价值 财富的交换价值,在于它是一种媒介 它使得我们能够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之中 获得有真正价值的东西 财富给它的拥有者带来的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快乐 它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它交换价值之中 而不是在它的实用性之上 不准行交易,财富就没什么价值了 我们常说勤劳致富 可见劳动是因,财富是果 财富是劳动的产物 产物是果,不是因 财富是手段,不是目的 永远不要将财富看作一个终点 而应该将它看成为一条到达终点的途径 财富不是主人,而是博人 让财富成为自己的主宰 自己服务于财富的做法是本末倒置的 财富不是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 决定一个人真正的成功 是要有比积累财富更高远的理想 远大的理想要比任何财富都更加有价值 如果想让自己成为成功的人 首先应该树立一个让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 扩立了目的地,才知道朝边一个方向走 当心目中有了这样的一个理想 你就能够找到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方法 一定不可以错张方法当成目标 错张途径当成终点 成功的人也就是那些有着最高的精神领悟的人 一切巨大的财富都是来源于这种超然 而又真实的精神能量 这个是普人提示 马福以德留给我们的名言 但是很不幸 有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能量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具体的固定的目标 他们没有理想 他们粉身示敬 但是就不知道怎么用 哈利曼的父亲是一个窮职员 年身只有200美元 安德鲁卡内基全家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他的妈妈都不得已要去帮人做事来养护一家人 富可迪国的托马斯 利普顿分爵是从25美分起家的 这些人没有什么财富权势可以指望 但是这个并没有成为阻挡他们成功的障碍 亦曼附用石油大亨哈利M弗莱格勒 通过将精神力量理想化 视觉化 具体化 而取得成功的 他不掩其烦地向自己描述事情整个的画面 做到闭上眼睛 都可以看到轨道 看到火车在轨道上面飞驰 听到气体明明的声音 这个就是成功的秘诀了 思想必然领先于行动 并且指导着行动 不经过脑袋只是网撞行事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任何境遇只有其成功的成因 任何经历都不过是一个结果 因果循环和下有罪 社会也都会因此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 创造力完全是来自于心灵的能量 每一个大的企业的首脑 全部都是依靠这种的能量 成功的商人 经常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们会不断地朝着 越来越高的标准迈进 运用精神能量的理想化 视觉化 集中意念 生活只是一点一滴的思想 在我们的每日心境之中不断地结晶 思想具有可塑性 就像我们童年的时候玩的泥交一样 我们可以用来 构造生命成长概念的途径 使用 决定着它的存在 使用 才能使用价值的事物发挥作用 不管你想要做什么的事情 对这件事的认识 和恰当运用都是必要的条件 不劳疑惑的财富 不过是匆匆的过客 不过是灾难 和羞辱的开始 因为如果我们不配得到 或者这些财富不是我们努力所得 这样我们也都无法永久地占有这些财富 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财富 才是真实的 引力法则规定 我们在外在世界之中的种种祭遇 都与我们的内在世界相对应 我们应该如何决定 应该被什么事情进入我们的内在世界呢 无论是通过感官 还是通过客观的意识 进入我们的心灵的一切 都会在我们的心灵之上打下印记 形成了精神途径 而精神途径正正就是创造性能量的生产模式 这些经历大部分都是外在的境遇 滞遇 过往的思虑 甚至是它负面的思想的结果 因此在进入我们的心灵之前 必须经过仔细的分析验证 在引力法则面前 我们并不是无所作为的 我们可以自主地创造精神途径 通过我们内在的思维过程 而无需顾虑其他东西 比如是外部的环境 种种的祭遇等等 通过运用这种力量 我们必将掌握自己的灵魂 身体 精神 和心灵 是的 灵魂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实现某种的越境遇 这种境遇最终会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发生 我们可以将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并且有意识地为自己创造出我们渴望得到的越来 归根究底 思想是生命的原动力 把握思想就是把握环境 制愈就是创造条件 掌握命运 思想的结果 取决于它的形态 性质 和生命力 这三样东西 共同作用决定了思想的性质 思想的形态 取决于产生这种思想的精神途径 精神途径 取决于心灵印记的深度 观念的决定性优势 思觉化的清晰度 以及这幅途径的胆色和魄力 思想的性质 取决于它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心灵的性质 如果心灵的性质是勇气 胆色 力量 意志 这样 它所编织的思想也都如此 思想的生命力 取决于思想引辱时刻的感受 如果思想是建设性的 它必将充满活力 充满生命 它能够生长 发展 壮大 它会为自己的全部成长 吸取所需的一切 我们将思想分化为形态的能力 就是我们彰显善和恶的能力了 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建设性的 和谐的 我们就会彰显善 反之 如果我们的思想是破坏性的 不和谐的 我们就会彰显恶 善和恶都是没有固定的形态 都不是实体 它们不过是用来描述我们行动结果的词语而已 而我们的行动 又会受到我们的思想政策的决定 破坏性的思想是一把双刃剑 在伤害对方的同时 也都伤害自己 破坏性的思想自身之内 就含有使到自己分化瓦解的病菌 这个思想将会消亡 而在消亡的过程之中 它会带给我们疾病 患难 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和谐 成功是靠自己努力拼搏得来的 同样地失败也都是归咎于自己组成的 有些人倾向于将这些一切的压运 都贵因于超自然的神灵 但是这个所谓的超自然的神灵 不过是处于平衡状态的心智而已 也许我们不知道视觉化的力量 是如何操控我们的环境 命运 性格 能力 以及成就的 但是这个绝对是科学的事实 不要去想人 地 事 这些东西都不是绝对的 你渴望的境遇本身吻含着一切的所需 合适的人 和合适的事 自会在合适的时间 在合适的地点出现 思想 和心灵状态 符合哲学规律 是既对立 又统一的 我们的思想 决定着我们的心灵状态 而反过来 我们的精神创态 又决定着我们的能力 和心智能量 视觉化的途径是一种想象的形式 这种思维的过程 形成了心灵之中的印记 这些印记又形成了观念和理想 这些观念和理想又形成了计划 伟大的计划 在心灵之中绘制一幅成功的画面 有意识地视觉化你的愿望 在心里抱持一个理想 直到你心中的幻影变得清晰起来 如果我们终于我们的理想途径的话 就要推动着成功前进的步伐 通过科学的手段去实现它 随着我们能力的提高 自然会带给我们各种成就和收获 也都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我们的环境 如果我们想要显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就要视觉化我们的愿望 使得理想清晰可见 我们的眼睛更倾向具有具体形态的东西 所以我们只能够看到客观世界之中存在的东西 却看不到精神世界之中 已经存在的视觉化的途径 而这个途径却正正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也都预示着将来要在我们的客观世界之中出现的事物 自然法则的运行是很完美和谐的 一切看起来是不过是发生了而已 所以你也需要证据 这样就回想一下你自己生命之中的种种奋斗努力了 当你的行动朝着一个公上的方向努力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 当你怀着自私自利的动机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呢? 两者的差异不言而语 人类只有一种观能 就是感受的观能 其他观能都是感受的变体 感受是一切能量的全员 情感可以轻易地战胜理智 我们的思想之中不能没有感受的存在 思想和感受是物不可分的整体 视觉化是一个行之有效 妙不可言的方法 但是它必须受到意愿的引导 我们绝对不能任由想象力毫无自制地放纵 想象力是一个糟糕的主人 但是它是你一个称职的仆人 除非受到很好的控制 否则它就会使我们陷入五花八门的空想 和各种不切实际的结论之中 如果不加以分析检验 我们的心灵就很容易接受各种似是而非的主意了 结果就会导致精神的混乱 任何的理念都是经过透切的分析 一切并非科学总括的东西 一概加以摒弃 如果你这样去做 你就不会浪费精力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 而是非常有把握地做每一件事 成功将为你的奋斗加冕 这个就是商人所说的软健畅色 这个就是和洞察力基本相似 是一切事业取得成功的傲備之一 我们必须扣足 并且只能够扣足一种科学性的正确的精神途径 伟大的心灵建筑师 正是通过这些精神途径 来构筑我们的未来 好了 现在开始心灵训练 我们这一周的训练 是要让自己认识到这样的一个重要问题 和谐和幸福是一种精神状态 并不取决于物质的占有 一切要用心去营造 收获的结果 是取决于良好的心态 生活据 内心富有的人 是要比拥有财富 而内心贫穷的人幸福得多 如果我们想要获得物质上的富有 我们首先应该关注 如何保持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结果的良好心态 要想运用这种的心态 需要我们认知精神本质 并领悟到我们与宇宙精神的合一 这种的领悟 能够为我们带来 可以使得我们获得满足的一切 这是一种科学的 正确的思维方式 当我们成功地达到了这种的精神状态 这样一切愿望的实现 就好像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一样 相对就容易得多了 当我们做到这样 就会发现真理 使得我们得以自由 使得我们免于一切的溃乏 和局限的困扰 发育息